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阳说 我爱你 你的爱给了我 温暖和快乐 你的爱给了我 勇气和力量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我爱你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I love you 智慧树上 智慧活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智慧树上 手工屋 智慧树星 乔星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 瞧瞧手手工屋会做什么手工作品 大家好 我是无所不能的卡纸 我能在笔和剪刀的帮助下 变成任何我想变成的东西 大树先生 你好 让我加入你们的大家挺好吗 好 卡纸 欢迎你的加入 卡纸兄弟 大树先生 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可以站在森林里 我有粗壮的树干 卡纸兄弟 我只是一张薄薄的卡纸 石头先生 你好 让我加入你们的大家挺好吗 好 卡纸兄弟 欢迎你的加入 我只是一张薄薄的卡纸 立不起来 石头先生 你为什么可以坐在地上 因为我有圆滚滚的肚子 卡纸兄弟 好吧 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大象先生一样 自由自在的在小溪边玩耍呢 欢迎来到小小手手工屋 本来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大家好 我是绿泡泡 红果果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卡纸 他遇到了一些问题 让我们帮他好好地想一想 怎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 一起来看看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剪纸大象 怎么样 其实普通的卡纸 或者其他普通的材料 通过我们开动脑筋 随意的变换 就可以把一个平面的东西 变成立体的 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好 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小朋友吧 大家好 我叫李嘉妍 今天12岁了 这是我的好伙伴 大家好 我叫李季灵 今年三位了 欢迎 那今天叫我们做手工的 是我们的雅菲老师 大家好 我是雅菲老师 手工老师雅菲 来自新中间幼儿园 欢迎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要开始做手工了 不过呢 在做手工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在自己的周围 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做手工 找材料 我们一起找材料 找 找 找材料 找 找 找材料 都找找 去找找 我的材料找到了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 彩色卡纸 柴笔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 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澳目进口儿童牛奶 材料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请老师 教我们该怎么做了 首先我们选择一张材质 我们请双面胶来帮忙 将材质卷成圆筒状 第一个质卷筒就做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老师还做了四个 接下来我们选取其中的四个质卷筒 把他们粘在一起 大象的腿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取一张材质 从一头包住它 像这样 下面我们来做大象的头 拿出刚刚转好的直线筒 请双面胶来帮忙 大象的头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来做大象的耳朵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大象的耳朵 是什么样子的吗 像扇子一样 不算了 那就是条条的鼻子 耳朵宝贝 不像扇子一样 对 那就是条条的鼻子 好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在纸上画下来吧 下面我们请小剪刀来帮忙 剪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将大象的耳朵 沾到大象的头上 我们请小胶棒来帮忙 小朋友们 今天老师教我们做的是可爱的大象 我们问问现场的小朋友 大象都有哪些特点呢 谁知道 好 等家庭 大象有长鼻子 长鼻子 好 你说呢小朋友 还有什么特点 大象 大象的耳朵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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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对大象都有哪些了解呢 大象的耳朵 大象的鼻子 可以吸很多的水 大象的鼻子 可以吸很多的水 大象用它的鼻子摘裹地吃 像我们的水一样 大象的鼻子 可以发出声音 小猫真的是很厉害啊 对 大象是一种非常有特点的动物 体积也非常的庞大 所以大家都很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哪个步骤呢 下面我们来做大象的鼻子 请把大象的鼻子卷一卷 请小娇棒来帮忙粘到大象的头上 粘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做大象的眼睛 在大象的眼睛上要留一些空白 这样才更可爱 大象的眼睛就粘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看大象还缺什么 尾巴 尾巴 说的没错 下面我们就来做大象的尾巴 用同样的方法将大象的尾巴卷一卷 将大象的尾巴粘到大象身体的后面 粘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 我的大象就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没有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哇哦 我做的是小兔子 粉色的 这个兔子感觉有点胖 但是很可爱 但是呢 还看到了一个什么呀 胡萝卜 这些兔子是耳朵吃有点糖 对 兔子的耳朵是长的 还爱吃胡萝卜 对不对啊 非常棒 我这个做的是什么呀 能看出来吗 小狗 小狗吃什么呀 小狗吃什么 小狗吃什么 胡萝卜 我们做的吧 来 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做的是一个蓝色的大象 大象的鼻子是长长的 然后弯弯曲曲 可以用来帮助它喝水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长鼻子的大象 来 我们也自己鼓掌 收了这样子 做的太棒了 那这个作品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也都很喜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它的制作步骤吧 第一步 将彩色卡纸转边相连 卷成纸筒状 第二步 将四个直卷筒 固定在一起做大象的腿 第三步 将一个直卷筒 粘到大象身体上做大象的头 第四步 装饰我们的大象 直卷大象就做好了 是的 刚才这个作品呢 我们都学会了 听说哦 在电视机前还有小朋友和老师们 也带来了他们的作品 要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 剪刀花质捧一捧 我没学会啦 剪刀花笔捧一捧 我没学会啦 大家好 我是中午班的宋文心 今天我做了一个手工 是一只可爱的小狮子 你看它可爱不可爱 凶猛不凶猛 我希望大家能跟它一起玩 大家好 我叫刘欣妍 小明贝贝 我上中班了 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去动物园 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长亭路 今天我用材质给大家做了一个长亭路 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吗 大家好 我叫孙未嘉 我爹的是一个长亭路 它有高高的脖子 它可以吃高高的树 我特别喜欢它 我特别喜欢它 神奇超教授 快乐冬冬呢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手工老师琪琪 来自Angely 我叫你去做这个 你会用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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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电势机现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足球了快和我们一起来加油 翻球 准备好 翻球 翻球 这边 出球 这边 下动作 唱 教我们吧 葉写继闸的小朋友们 赶快拿起足球 和我们一起来吧 菜球 好 出球 盘球 出球 叛方向 假动作 下门 太棒了 祝我是大哥 我是摩尔 豆哥 滚 蘑菰 豆哥和摩尔 一起看足球 小股豆 你快看 怎么了 豆哥 有什么问题吗 可 那个球员怎么用手扔球啊 我记得只有守门员可以用手拿球啊 只有守门员可以在进区内用手拿球 而这个球员是在球场外 他现在正在发界外球呢 界外球 那什么时候可以在场外用手发界外球啊 让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什么是界外球吗 界外球就是界外面的球啊 界外球就是球跑到球场外面去了 在足球比赛中 当整个足球越过边线到场外以后 最后碰到足球的一队失去球权 他们的对手就可以发界外球了 发界外球的一队需要选出一名球员 在球出界的附近 用双手把球扔到球场内就完成发球了 但是要注意 把界外球不能直接进球得分 如果把球直接扔到对方的球门里 不但不能得分 裁判还会把球权判给对方 如果发出的界外球被其他队员碰到了 然后进到球门里 只要没有人犯规 只要没有人犯规 这个进球就可以得分了 哇 球进了 这个球进得真是太精彩了 等一等小鼓动 刚才球被踢出场外了 不是要用手发界外球吗 他怎么直接用角射门了 这个球还算吗 当然算啦 这个是发脚球 脚球 什么是脚球啊 我觉得脚球是先一个人往前踢 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往前踢了 我觉得脚球就是用脚踢的球 在足球比赛中 当整个足球从场内越过球门线 但是没有进到球门内 而且最后碰到足球的球员是防守球员时 他们的对手就可以发脚球啦 发脚球的一队需要选出一名球员 先把球放到最近的脚球湖内 然后把球踢到场内就可以继续比赛啦 发脚球可以直接射门得分哦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学会就和我们一起唱呗 天顺发球要注意 双手扔球要用力 小球需要用小心 直接得分不客气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小肚东 再见 小朋友们来新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新了 小朋友们来新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铃铃铃 铃铃铃 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新吧 好的 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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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 童姐 你想跟我一起玩吗 太棒了 对啊 真的是太棒了 咕噜咕噜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智慧术官方微博微信 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术家族 进行互动交流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发帐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 艾特娃 传承照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艾特娃 拍摊诗面画张图画记给我 进行地址一听鸟鸟鸟 大鸡老哦 最近1010038形象 123分享 只会输了母股东手 小股东手 有张电码只要00038 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 快点来信吧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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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这个月我们的官方微信主题活动是 我的全家福 小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 拍下你家的花式全家福 跟我们分享吧 小股东在这里等你们呢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